大珍珠 大项链 一柔大方为妈妈穿金带银 那时候画我就说 你是希望妈妈装扮成这个样子吗 她说对 因为妈妈平常都没有打扮 一柔是高功能躺宝宝 妈妈总是母爱相随 画布里爸爸难得有惊喜 我最喜欢妈妈 爸爸很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画爸爸 爸爸很喜欢 爸爸在顶楼上种葫芦朵 把家乡彰化的大佛请下山 搭配在地特产 这回办了画展 一柔负责导览 大佛的大佛 像他的大佛 老鹰 真的是小花 喝那个珍珠奶茶的 我就很开心 我也想喝一杯 这个大佛 请求老鹰飞来飞去 色彩比较丰富 尤其是这个火雀 这个很特别 背景的这个图案来联系他们 他们是同一组的 一柔他就很有创意 画了大佛 乘着老鹰在彰化线四处有 幼儿园开始学画 练习十年 终于能画出巨像画作 一柔26岁画出少女心 偶像系列 因为是我的偶像 小时候就发现我喜欢画画 有时候画不出来 会去问问画师老师 默默地画 默默地画 画什么都不是一个巨像的东西 小时候就说你真的是在画壁卡索 其实我们也不懂壁卡索是什么 过去这些都是在累积他现在的能量 成熟的时机可能就是爆发出来了 真的不晓得他可以画多久 那现在可以做什么 我们就是把握当下 妈妈一针一线 将一柔画作 温柔逢成创作 满满生命力 疗愈人心 大新闻 吴亦轩 郑瑞萍 台南报道